現在正在開工 真是想不到 你可以躺在主人房 看著對面的海就是俄羅斯 Steven,這是全海駕駛 然後向俄羅斯 是正確嗎? 是正確 哇,可以看到俄羅斯 真厲害 大家好,今天就想跟大家介紹一下 日本的北海道一個度假的聖地 我們看到日元匯價近日急跌 用港幣去買不動產就很划算 不過今天就特別一點 介紹一個日本人買的北海道度假聖地 這裡叫做小津市 這個地方距離小津市中心大概15分鐘左右 距離千歲機場大概是一個小時多些 這個地方就是日本人買來度假的聖地 大家好 這是一望無際的水平線 對面就是俄羅斯 厲害 現在在北海道的小津 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 我們來看看 我們來看看 第二家庭 Dream House 現在這個 正在開工 三百萬港幣 三百萬港幣 全新獨立屋 北海道 兩三架車 就是我們這個地盤 這個地盤 首先它 就是木屋 這個 現在正在建的 我們來看看它的基礎 這個花藍凳 我們叫做 做了避震 即是防震 日本地震 對吧 很關心的就是 它在這裡 下了花藍凳 有些避震膠 有些庭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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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我們進去看看 全部是木材的 Steven 可以進去嗎 是 肯定嗎? 好,謝謝 好,已經聞過了 可以進去的 這裡呢 裡面就是這樣建的 看看 嘩 很高樓底 他們現在正在建的浪 正在建的浪 這裡是中空 換個鏡頭給大家看 換個鏡頭 從這個門口進來 今天很特別 有別於一般的漢房團 我們會深入了解一些輕建宗的房屋 這間木屋 就在北海道的小津市 我們看看日本人的手工 很仔細和漂亮 首先看看材料 有幾種 這種叫做柳橙木 這種叫做扁柏 這種叫做扁柏 這是日本的落葉松 這是日本的羅漢柏 而最貴的木材 就是來自芬蘭 我想跟大家說 這層樓 有二百多萬港幣 都是買原材料 和建築用的費用 那塊地 只是幾十萬 所以你看到 這個 Second Home 價錢很吸引 三百萬港幣 可以買到這間 兩層這麼大的 全新木造的房屋 很多時候 你不會在其他銷售中介 聽到的 因為原材料 和成本 你看到 總價是三百萬 其實地價和建築材料的比重 去到這些比較遠的區 地價很便宜 其實貴就貴在原材料 我爬上來二樓 大家看看二樓 看到綠色的那些 是隔熱板 你看到日本人的手工 例如那些 柱頭 他做得很仔細 而且他盡量 偷空中間 給大家一些空間 他下柱位 不會太多 在結構上 都精心設計 我們一般來說 香港人的角度 其實不理會它是甚麼木 其實他每一種木頭 味道 顏色 都不同 如果你說買二樓 這些是有要求的 就是這樣說的 你的材料是用得貴 又不代表二樓的市場 賣得貴 等於你有層香港的一二樓 你裝修得很漂亮 都不代表二樓可以買貴 未必可以完全反映到 但日本 你見到 這些二樓 你就可以根據自己的喜好 去挑選 用料 度身訂做 買你想用的原材料 真是想不到 你可以躺在主人房 看著對面的海 就是俄羅斯 因為這個位置 其實向西邊的方向 就是北海道的小樽 現在就在半山腰 那裡 我就有一個發展商 他正在建建這棟樓 這裡有個露台 給大家看一下 哇 好漂亮 這個露台 想不到你在家裡 可以看著俄羅斯 你看看 嘩 嘩 嘩 Steven 這是全面的沙門 美麗的沙門 然後向俄羅斯 對 是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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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嘩 嘩 可見俄羅斯 真厲害 厲害 發展商告訴我,只是今年的建築材料加了十多個百分比 因為日圓匯價急跌 進口的材料,例如木材在芬蘭 如果貴的材料就在芬蘭 那就加了價 單手拿鏡也有點難度 好,我們今天直播 看樓盤的賣點是可以看到俄羅斯的 真厲害,對面的海 不是看到,對面的方向是看到俄羅斯 想不到今天在小津 居然看到這個,Second Home 大家不要誤會 我完全沒有意思叫你們買這一間的Second Home 因為這一間不適合香港人 因為本土的日本人比較適合 但我想告訴大家 日本人會買這些 因為它五千萬日圓 港幣都是三百萬 真的很經濟 真的很經濟 好,離開嗎? 對,離開到城市 離開到城市 離開到處,靜靜 哇 這裡是駕駛圈 你能看到山上 那是駕駛圈 哇 這裡是我的夢想房 對,你可以去天天 或夜天 哇 這是15分鐘 從此 對,從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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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分鐘 十五分鐘到小津 這間店 很漂亮 這間店 很漂亮 真是流口水 我認為是五十五分鐘 五十四波 五十四波 乘以三 就 一千百百尺 你知道香港人 經常說的 駕駛圈 對,在美國 加拿大駕駛圈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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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們可以去 下一站 Sapporo 謝謝 Sapporo 謝謝 謝謝 好 您好 好 Stephen 可你告訴我 在哪兒 你在 Ottaro Ottaro 這個店是一個 21 中間 的 櫃子 對 這是一個 櫃子 草 這是日本人嗎 沒有 美國 這是二層 它是四層的房子 35次波 35次波,大家乘回3.3 32次波,28 亿 28 亿 133 亿 30 亿 4 亿 4 1 2 3 2 2 2 Zoom with videos and pictures and GoPro Excellent So Yeah this one's for sale Same price 30 million yen And then we're going to build h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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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verywhere Okay also it's all is a Century 21 Soul agent Yeah 19 homes Okay the target buyer is the Japanese right? Japanese yes For second home purpose Second home Thanks for your information Thanks 99% is the Japanese right? We're looking for a second home Some people are living in the Middle East They're going to be here to be here They're going to be here In the Middle East 7th is very hot But this 7th is very cold Some people are going to be here to be here Okay thanks Steven You're welcome Keep going Thanks 歡迎大家來到北海道的世紀21 想了解多些Second Home 歡迎WhatsApp查訊9721-6618 世界流行地球村 究竟哪裏最適合香港人的Second Home 當然是日本 想來東京大阪享受高品質生活 無論是智或創業 我楊冠都可以幫到你 WhatsApp查訊6683-1882 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 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 完成了